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5月1日深夜 在今日稍早前 有中国的国家媒体头条新闻 在其官方微博上发文提到 5月1日有网友发视频称 吉林长春朝阳区新华路小区发生爆炸 网传视频显示 现场玻璃碎屑 以各种杂物散落一地 还有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记者核实到事发地系西安大陆和昌平街交汇处的新华路小区 事发地附近一商铺告诉记者 发生爆炸的楼是新华路小区的4号楼 听他们说是煤气罐爆炸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去看的时候已经封锁现场了 该商铺表示事发时只听到一声巨响 店内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其他没什么大碍 当地应急管理局告诉拒责 目前消防等部门已到场处置 具体情况 后续会发布通报 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发生爆炸的楼是新华路小区的4号楼 好像是他家的煤气罐爆炸了 只听到一声巨响 店内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其他没什么大碍 当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村市朝阳区 村市朝阳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